第五節向左網時間 剛剛說到巴士司機 我想起另一個 都是騰哥一邊交通方面 就是航空服務員 例如早晨子 英航 例如剛才騰哥 英航 或者其實本國 兩間最主要的航空公司 國泰 港龍 他們的基礎服務員 為了爭取權益 他們工會和資方的抗爭 很多時候都成為報紙裡 一個很重要的報道 相對而言 很多人都會覺得 會不會基礎服務員 他們的教育水平比較高 他們對自身權益比較重視 所以他們的公運價位 當然是 因為他們是所謂 就算不是專業 都是一個 怎樣說 是一個技工 有些是專業人士 他們有不同的工會 基斯工會 有不同的地勤工會 有不同的 是不同的 他們有不同層次的工會 當然他們之間的關係比較密切 如果現在看起來 他們都明白到 只是一個工種罷工是不行的 所以 這個英行就是 包括 修理技師 工程師 地勤的人員 機組人員 都罷工的 即是罷工就全部 癱瘓了 即是不用開飛機 我想說一件事 很多人說 不如找些人進去 搞工會 這個 本身不可以說是錯 但你要明白 你搞什麼 有些人說 不如索性找些人 搞小型工會出來 小型工會更加不可遂 為什麼呢 除非你看到 很大部分工人 已經 退棄原來工會 即是氣種被人退棄的時候 你才可以立另一個工會 當然工民的成立 就是因為 建基於工聯會 自從六、七暴動之後 長期不做事 你要明白 工民是1990年成立的 那個背景是什麼呢 就是說 工聯會本身長期不做事 也沒有共產黨的blessing 沒有特區政府blessing 有錢都可以看不起 是這樣的局勢之下 已經等於夕陽工業了 工業 而工盟就是藉著1989年 國內的八九民運 有一部分僱員 希望不需要再接受工聯會 那一套 出來組織工會 也是有多方的援助 如果你自己搞工會 第一 你財政的問題比較難 第二 要解釋一個問題 兩個工會好過三個工會 三個工會 兩個工會 你一定要搞定一個問題 就是你跟別人的工會 有什麼分別 所以一般來說 我覺得 如果你不是說經過鬥爭 那些工人是在實際上明白的 注意 在實際上明白 不是看了你把全單去明白 無論怎樣說 對 沒錯 所以 新的工會運動一定是 either 就是 操弄或者影響 某些主要的工會 政治勢力的沒落 第二 這些工會本身長期不做事 這樣才有機會搞到新工會 你說 入到這些舊工會裏面 這些工會有些很小 其實都是你認識我 我認識你 選舉的意義都不是很隆重 其實很多人沒有人做 沒有人做要出決 就好像學生會上不了莊 所以其實都無所謂民主 又不民主 這個問題是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第一 怎樣在勞資關係之間 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 我們定一個位置就是 我們為何認為勞方是值得支持的呢 不是因為你是做勞工 而是對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有一個具體的分析才明白 其實很簡單 資本主義制度是什麼呢 就是勞動力是一種商品 它是出賣的 你出賣之後 換工資 換所有的有型和無型的 報仇回去生活 就是這麼簡單 在這個問題上 如果你覺得 只能出賣勞動力 來換工資 去過生活的人 其實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不只是這樣 他們的社會地位 不應該是這樣 他們的經濟地位都不應該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搞工人政黨 如果只是單單覺得 喂 這個 工資太低 工事過長 那你就要工會 工會的水平 所以是不同的 如果你說 你一個人 你覺得不是 對勞動階級有一定的感情 以及在整個社會的分工 以及組成 以及建設累積增長 你認清楚幾百萬的勞動階級才是主力的話 其實你有什麼耐力去搞工會呢? 因為你去到工會沒有人理會 其實有一件事都很重要 就是工人本身 特別我私底下都接觸一些 可能是政治意識比較強的工人 很大程度上工會是一個 教育他們認識 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很長 是學校來的 是的 如果工會只是拍下免費相片 或者是中秋節 送下月餅那些 你舉一個 教育不是一個好例子 我不舉另一個例子 講工聯會已經講到議案了 因為他們 其實是共產黨控制香港工人的意識 破壞他們的 這個 有意識 這個階級團結的組織 即是一個五層組 即是第五中隊 有時他們出來對爆你 左頭左勢 自稱代表 出賣工人 這個很清楚 你看看 泛民主派搞的其中最大的工會 就是教協 你也是會員 司徒老人說 搞工會 要有理有理有哲 他就 這個不要說 有理有哲 他說 要好像十大關係 論十大關係 毛澤東在1956年 說論十大關係 當時中共 脫了政權之後 怎樣建設中國 有一個 十大關係 其中一個關係 就是 龍輕重 即是說 當時中國建設的投資 應該擺在哪裏 建設的重點 他說 以龍為主 賦以輕工業 然後才搞重工業 所以是龍輕重 這個 詩浩華是讀毛澤東書大的 魯迅和毛澤東是最喜歡的人 他用這個比喻 什麼叫農業呢 就是 教協福利 剝牙便宜一些 超市 配合眼鏡便宜一些 集體購買力 可以有二價能力 去旅行便宜一些 買一些 教具便宜一些 買證券便宜一些 這些農業 輕工業是什麼呢 就是權益的鬥爭 即是說 教協會員裡面 代表方方面面 各個階層的 在工作場地 在勞資關係裡面 保障他們的權利 什麼叫重工業 就是社會運動 你看看教協 搞了什麼出來 積累了農業 現在教協作為了工會 已經有盤生意 他沒有辦法支援到 好 輕工業 權益的鬥爭 老實說 真的 不要說了 保衛了什麼人 他最多 張文剛跟別人說 你不要說太 太厲害 一年有幾個老師 自殺 很簡單 張文剛再說 你不要搞大大禍 要不然我上街 我十萬人上街 做一些條和 重工業 社會運動搞什麼 教協改革 二十年越改越差 教協真的沒有責任 教師 一個人反抗 不夠膽反抗 教協沒有責任 就組織他們出來反對 所以 張文剛越罵得 孫明陽 和羅范昭 或者李國昌 越口血臨頭 就表示你越無能 救不到會員 只可以讓在職者 享受福利 就是這麼簡單 玩完 而交協會的會長叫張文剛 是破了紀錄 是連續五屆 五年個人做功能團體的議員 五朝元老逢道都不外如是 好了 在這節目中 下節再繼續講教育 你講教育 或是想講教育 待會見 兩下節才能 爹 一種 一種 一個 詞 inclus 一種 一種 幾種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